朋友你好,今天是2021年12月30日,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咱们继续关注西安疫情 西安本轮本土疫情确诊病例已经突破千例,今天下午西安市举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通报称12月29日零时至24时,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5例 12月9日零时至29日24时,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117例 说在昨天怀孕9个月接近预产期的一位河南孕妇在微博上讲述自己滞留西安的困境 这位孕妇发文称,请西安政府给9个月临产孕妇一条活路 咱们来看微博内容 说本人不得已因私事滞留西安半个月,一直配合做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好心人帮忙找到核租房短暂居住 因现已9个月的身孕即将临产,身边没有人照顾 近期腰疼频繁,明显感觉生活自理以力不从心 希望回洛阳老家隔离代产 所以向社区说明情况,社区不理睬,向大明公街道办事处说明情况,街道办拒绝开证明 向12345多次反应情况后,他们说愿意沟通协调 五六个小时后得到回复,说是不能理睬 请问什么是必要情况才能理睬 在西安我孤身一人,身上三位数的余额 天价菜价如何支撑,发生意外谁能负责 西安医院产科停诊,谁能保护我们母子平安 政府在哪里呢? 小区保安不让出小区 社区和街道办拒绝开证明,这不是政策吗? 请问什么时候才是必要离省的条件,是一师两命的结果吗? 这位孕妇呢,一方面滞留的压力大 另一方面离开西安,返回老家洛阳的诉求无法落实 卡在疫情封城的处境中是左右为难 目前为止还没有社区或防疫部门出面回应 按照这名孕妇的说法呢,她将情况反映到街道 街道表示离闪证明没法开,因为负不起这个责任 她好不容易拨通了12345,得到的回复是无法离闪 就是说,根据孕妇自己探听的消息 满足她的离闪请求有很大难度 尤其是西安目前正在利用城市静下来的时机 想摸清传播链,抗疫处在关键阶段,开口子确实是有点难 从这位孕妇发文来看呢,她滞留在西安的经济压力大 说身上只有几百块钱 按照孕产妇分明的一般操作,都是预先在定点医院挂号 如果临盆再去一个陌生医院,按照程序来说呢,也是一个大难题 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在不离闪的前提下 收留该名孕妇,可能要打破常规 在经济上有所扶持,也是一个考虑 换句话说呢,外地孕妇滞留执行严格防疫规定的城市 在充分考虑配合防疫措施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一个面对特殊就医人群的通道 让这些急需医疗帮助的人的诉求能充分被听到尽可能的满足 理应成为完善防疫部署的内容之一 比如,此前一些城市的抗疫经验中就有过不少这方面的经验 为什么就不借鉴呢 在这名洛阳孕妇发出求援声音之前呢 咱们昨天的视频有个详细的记载 说西安有一名学生于26日通过社交媒体发表过发烧救医难的经历 该名学生发烧烧到39度,反映到社区后让他打120 但是120很难打通,因为执行封建,他无法使用滴滴 最后呢,是熟人,也就是他的师兄从外面打车接他到医院 但是跑了6家医院都被拒诊不接受发热病人 一直跑到第7家医院才侥幸得以入院治疗 他将这次经历写下来分享到社交媒体平台提出的一个疑问就是 为什么西安医院不接受发热病人 当然,他就医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同样需要有关部门核查事实 但是呢,他的困难遭遇引发外界对西安防疫的不解也是事实 孕妇与学生在发现自身难堪遭遇后呢 第一时间打公共求助电话,但是打不通 这个情况可能就反映出他们这类特殊的就医需求 既然特殊,那能不能利用某种分流机制 将这类就医诉求区别开来进行专门的处理呢 从新闻中也可以看到 西安最近也有院产妇求助得到帮助顺利翻遍的新闻 可见医疗资源是有,就是需要充分的嫌弃 如果真像那位学生所言 买不到推烧药,打不到120,一旦没有输人帮助 就可能陷入死循环 执行方一规定吧,就只能听天由命 心有不甘吧,又找不到公共救助 洛阳孕妇心急活了的希望得到帮助 是不是离闪,可以讨论 这也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项 关键是怎么疏解他可能滞留产子的现实难题 说句实在话 即使他不离闪,仍旧在西安 也应该得到与他情况相称的医疗援助 今天西安的一位网友在帮忙西安站 发布了一条个人消费维权求助 说本人住在西安市雁塔区 朱雀大街南段 紫郡长安小区南区 12月24号晚上9点左右 我的美股不小心在家磕破了 大约有2-3公分的伤口,血流的很多 由于我们小区是分控区,不进不出 我爱人第一时间立刻连续社区 社区电话无人接,又联系物业 物业值班人员给了三个医疗队的电话号码 打过去对方说没有车,需要等待6-8个小时 当时我满脸是血,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于是我自己打120 120不来,原因是必须社区上报给雁塔区防疫部门 然后才能派单 就这样我在三部门之间轮流打电话 物业社区120,120社区物业 就为了这么一个事,我联系了将近一个小时 最后物业让我自己打车出去看病 出去马路上分控,没有车 碰到志愿者送我去了医院 医院停诊,不接受 这可不是去了一家医院 去了521医院,去了西安博爱康复医院 去了洪惠医院 最后没办法再次打120 120说没有车 就算有车也只是拉BC类的密接人员 若是来拉我了 我还需要隔离 我无奈的挂了电话,回到了家 拖到了今天,我们很无助 破伤风也没打,伤口也没有处理和风筝 幸好没有流血过多 要不然我就挂了 很无助,很伤心,很无奈 我不知道是物业没有协调好 还是管控雁塔区的政府没有能力 还是说小伤只要死不了就行 等死了,120就会来 我这个美股的伤口很长,汇流很长的疤痕 这让我也记住了西安这个地方的无能 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家自生自灭吧 如果有老人突发疾病,真的不敢想象 伤口今天还感染了,有些溃农 物业和社区没有紧急预案,不作为 另外,新闻上说的都很好 保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买菜买肉价位也高 老百姓在战胜疫情的同时 还需要战胜饥荒 当然,咱们看到的也只不过是个例 看不到的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今天网传西安一个刚出生五天的婴儿 被扔在了小区绿化袋里 网传视频与图片显示 西安母小区的绿化袋里传来气哭声 一名疑似被遗弃的婴儿被发现 包裹在红色墙堡内 身旁字条写有疑似婴儿的出生日期 及体重 1910许当地一名民警向媒体证实 说被发现的小孩是一名女婴 字条可能是其父母留下的 女婴目前喊安全 已送往医院救治 但目前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的可能性较低 据这位民警推测 由于疫情期间 小区出入管理十分严格 这名女婴不太可能是小区内居民遗弃的 可能是刚出院不久 即被人遗弃在了小区门口 孩子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已经送往医院监护 民警还表示 遗弃孩子是违法犯罪行为 按照先例 此类妻婴通常都交由福利院监护照看 西安市儿童福利院的消息 12月30日下午2点30分许 该院接到派出所民警电话 称有群众报警 在长安区某小区草丛里发现一名妻婴 身旁字条上写着 出生日期2021年12月25日17时45分 体重3080克 民警经走访排查 未找到该婴儿的监护人 随即将弃婴送至西安市儿童福利院 医院将孩子安置在儿科门诊抢救室 单人间隔离 初步检查 该女婴生命体征平稳 外观无机型 精神状态尚可 以行新生儿监护 24小时两次核酸阴性后 转入病房 常规收治养育 咱们就该问了 案件就这么愉快的闭环了吗 不查清楚吗 处处都是天眼 为什么找到亲生父母 就难度这么大呢 除了孩子旁边就有明确的出生日期 查一下应该是不难吧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 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 再会